將臺灣傳統撿紅包 冥婚習俗巧妙融合同性議題 國品關於我合國 變成家人的那件事票房 叫好又叫做 代表臺灣角逐第九十六屆 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入選舉票 對世界傳達說 我們對於婚姻 對於兩性的關係的開放之外 同事也融合了 我們當地才有的冥婚的這種傳統習俗 所以其實是一種對於 臺灣的能見度 跟世界表達說 我們的文化以及我們的創意 文化部歷經一個多月 從報名收件到徵選委員會討論 最終關於我合國 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從九部國片中脫穎而出 征戰奧斯卡 但對手可是大有來頭 歷史上的判斷 文明的命運 取決於人類的選擇 奴女兒女 我已經十四年沒見她了 婦女情 專人熱淚 香港影帝劉德華 搭檔老矽谷無精 主演的中國科幻冒險片 流浪地球二 震撼特效大場景被視為大黑馬 另外香港電影 燈火藍山同樣來勢兇兇 不過各國幾百部電影 想拚出頭真的不容易 必須經過第一輪篩選 進到決選的前五強 才算真正入圍 過去台灣電影 真正入圍的分別是 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年 導演李安指導的喜宴 與飲食男女 兩千年李安也憑著 霧虎藏龍獲獎 影評人認為 臥虎藏龍與鬼家人 兩者相似之處 都是突破科救 有機會扣管奧斯卡 讓國際再次看到 台灣電影 靜新文綜合報導 靜新文綜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